火线话题来关心国内疫情 我国昨天本土确诊数创下近两个月以来的新低 游医师就再度预测7月18号之后 每天新增的确诊数会跌破万例 到时候累计全台总共会有410万人感染 染疫率高过17% 死亡人数则将面临7000例的保卫战 不过接下来的挑战则是在 Omicron 亚新变异株BA.4和BA.5 预期国内也会出现本土个案 预估到了9月就会再掀起一波疫情 本土疫情出现反转 近两个月以来再度看到二字头 有医师在大胆预言7月18号 还能看到全台确诊数跌破万例 如果用公式计算 连同目前累计会有410万人确诊 染疫率超过17% 而台湾染疫致死率 目前持续卡在16%到17% 医师预估我国将面临7000保卫战 如果到7月18号 死亡人数压在7000例以下 那每百万死亡人数将是293 比起纽西兰 新加坡跟日本高一些 但会低于南韩跟香港 这个是用之前5月时候来算的 一般来讲两个月差不多 但是如果是BA.4 BA.5 进来就可能不会那么快结束 不过随着感染Omicron 亚新病疫株 BA.4 BA.5的境外移入个案 占比超过5成 专家预测距离这两种亚新病疫株 进入台湾社区的时间已经不会太远 预估9月会再掀起一波疫情 不过由于我国已经有超过300万人染疫 加上打疫苗的人口 因此未必会再形成大规模感染 但有可能会让这波疫情尾巴拉长 境外进来的这个病毒 也有机会变成本毒 疫情比较不会那么早结束 感染的人数可能会比较多 这个时间会拉长 面对变异株 迟早会从境外进入本土 专家点出唯独口罩绝对不能松绑 但有医师引述药厂资料表示 儿童莫德纳疫苗对两岁以下 幼童的轻症保护率是37% 而到五岁是51% 至于重症保护率和心肌炎发生率 则是未知数 这是否会影响到借重意愿和施打效果 也令人担忧 记住请许修明 特别的